下午好,我是阿海,我现在云南起进猪街 今天我们找到一套农村房子,带个小院子 那个房子是二层平房,里面有热水器,水电也通了 还带块菜地,这里那个市区只有三公里 三百七十五一个月,等于四千五一年 是按年租的,也可以欠长期的 每一间房子它里面采光都有窗户的 所以采光性比较好一点 但是房子里面它也比较干净 我们就进去看看那个房子到底什么样子吧 从这条主路过去一百多米,那边就是路边 在路边就有K7路公交车,逐渐的农贸市场 也骑那边赶机,那边赶机是星期四跟星期天 一个星期赶两次急,然后刚好旁边就是一条水汽 现在这个路是挖开了,在做水电改造 这个水还是蛮清澈的,只是有点清开 然后我们看看前面就是这套房子 这个房子是带一个小院子,二层的平方 那边有一块菜地,三十多平,在这房子侧边 这个房子周边是隔了一段邻居,可能隔了十几米眼吧 刚好中间就是这个房子 下面就是一条小河 这边水电都通了,上面都有电表 水表也有,然后那边楼顶是太阳能的 出行是比较方便的,然后生活也比较方便 在这边,先买个菜啊,赶个鸡都挺好 我们现在要清燕子看看 清燕子呢,燕子呢有十几到二十瓶 里面清那个摩托车,是房东家的 上面呢就是这种二层的 这边呢还有一个燕子在这里大窝呢 这边是水都有的,看一下水罐里面 水都放得出来的,然后这边一间呢是一个厨房 看一下,这个厨房是那个老的灶 这边还有一个水管 老的灶呢,这边可以做饭 那边有叉灶,上面都有灯泡的 这边呢是一个洗澡间 这边洗手池啊,镜子 这边还有窗户,通风的 上面是有太阳能的,有热水冷水 那边是一个排水 这边是一件柜子,可以放东西 这个燕子呢可以开个小车 开进来都没问题,可以停个小车 然后这个燕子呢那边还有开关 看看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呢挺大,应该有二十多平 刚好那边有个窗户 然后那边有个窗户 看这个,房间里面挺干净的 这边倒出的是插座 然后这边过来呢 这边也是门,两道门呢 从这边也可以进来 这边呢是上二楼的 然后这间呢是一点黑的 它里面是堆堆杂物在里面 如果不要的东西呢 让房东收到另外一间就可以了 然后我这边过看过来呢 这边也是一间的 这边15平左右 好了,我们现在从楼梯上到二楼 下面呢是连厨房里四间五间 看一下这间 是长长的 那边是有纱窗的 它里面菜地呢就在那个后面 就在那里 这边看过来呢也是一间 差不多跟一楼那间一样大 15平 这边过来又是一间 那边是有网线 网线的话自己开趟就可以了 网线都接到房子里面 灯是这样的 我们看一下门前嘛 就是这个小燕子 然后停车呢 可以停到那边那一排 都可以停车的 往这边看过来 这间稍微大一点 跟G6那里一样的 这间呢它不会有20道平 也是这种长长的 上面都有灯 电灯都是可以亮的 我们再进个平台看一下 看一下平台上面 这边也是一间这种空的 可以放杂物的 然后右手边过来呢 就是阳台 看一下阳台吧 阳台呢就是这里有热水器 有太阳能的 一家人席的五六个口人 住在里面用热水的用不完的 因为这个太阳能是比较大的 刚好在那棵树 差不多有30坪左右的菜地 就在那里 下面是水沟啊 看看这平台也够大 就是这样 下面还有个小灯台 特别呢就是有柳树的 这个太阳能是可以用的 它里面房东是保持这个通水通电 然后房子里面那些东西 你不要让房东收走 睡到另外一套房子放着就可以了 这个房子呢 距离湿气比较近 因为之前好多网友让我帮他找 距离湿气近公交车出行方便的房子 刚好邻居家呢 也是隔了一段距离 你看这个侧面的话呢 这边邻居家的房子都是比较 也是一条小圆子 它都没住人了 可是在里面养了点鸡 然后这个后面呢 这边呢也是隔了 尼居家差不多10多米 这个房子后面也是一片空地 菜地 环境空气也比较好 所以下午好我是阿海 我现在云南取近近开期的南海兹 刚好在南海兹跟马龙期的交界位置 我们现在在这个农村里面 刚好旁边呢就是一大个水库 这个村子呢是在水库边上 环境是比较优美 刚好我们现在找到一套农家小宴 它院子里面加房子 占地面积里有300道坪 院子里面可以开车进去的 现在下午6点钟了 快天黑了嘛 刚好找到这个房子 我们就看看这个房子 外观那边是有水管 然后加那个房子 高高那个 外面围墙是白色的 然后我们就进去看看这个菜地 门前旁边呢 这里是一个菜地 它里面种了树 也可以种菜的 它现在是种了魔芋 就这个长长的一条 现在6点多 今天天一年已经风大了 然后这个房子后面啊 房子后面呢 这里也是有排水的 不存在会积水 然后房子后面呢 这一片菜地 也可以使用了 就是包含在里面的 房子就是这种瓦房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那个房子 它里面的隔级 到底怎么样的 像这个停车的话 院子也可以停车 像这个侧面呢也可以停车 你停个几辆车的没问题 然后房子家呢 是盖了新房在那里 那里就是房东家的新房 这是一大洞啊 然后那个就是房东 他哥哥跟他兄弟 然后这边呢是通网线的 网线的房子里面是没有网线 他堆杂物也可以养鸡养猪的 然后我们现在看看这个燕子 那边也是可以做一个厨房 也是可以堆杂物的吧 这里用铁围起来 养了一些大鹅 养了一些鸡在里面的 这是吃白菜叶 我们看看房间里面 房间它现在是空的 也是堆杂物 这间也是房的摩托车冰箱 它上面是石面瓦 没有看到肉依 烟子里面它就是面积就是这样 这个小烟子还是 这里可以种些花 种些草 在这里 那边是堆杂物 那个房间也是堆杂物的 然后现在门前这里一条 像那个烤房 以前是做烤烟 现在没做了 里面也是养鸡 堆杂物的 就是门前这一条房子 然后这边的是出门出气 出门出气 旁边就是树林 我们看看这个房子 房子里面吧 房间里面 看看这个 它这里搞成这种柜子似的 可以放东西 它木头的楼板是那样的 看看 这个就是石木的楼板 是这样 农村的石木楼板 都是这种设计 然后进来呢 这边是一个老的那种灶 可以在这里煮饭 然后这边呢 是一道窗户 因为它刚好在那个 一个湖边嘛 一个水库 这里它是弄了轮胎 可以游泳的 看看这个房子 然后这边呢 是后面就可以做一些床铺啊 它以前租过人家 租过人家是400块一个页 上面呢 上面呢就是上楼梯 楼梯呢就是二层 二层太黑了 我就不上去 上面还有一层呢 再看看燕子 你看 揍了好长时间没揍人 它就长了一点青苔 但是揍人的就不会存在 有青苔 但是这个房子里面 它是把你搞了通水通电 网络你自己接 然后 那个菜地呢 就在这个房子后面 就是菜地 我们看一下墙的侧面 这是白墙 青瓦 然后后面呢 上面呢就是邻居家 因为它就是在水库边上建的房子 是有坡度的 所以它是一层一层的 往上面加了这种房子 再看一下门前的情况 因为好多网友看中了房子呢 他就要跑横眼跑过来 所以我要拍详细一点 拍喜致一点 给大家看看 这个房子到底怎么样 不可能是跑这么远过来 然后房子没走上 那挺遗憾的 被评认二行的人积环境积咒的 这个村子 所以这个村子 环境会好一点 基本上每家每户 都要带燕子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个楼梯 可以上去 上到上面呢 就是篮球场 旁边的这些路呢 是四通发达 前面这个房子篮起来 不然前面呢 就是水库 刚好在水库边上 我给房东收拾 300块钱一个月 3600一年 它觉得低了 因为它距离城汽近呢 这边南海自 有个工业器 很多工厂嘛 所以在这边打工啊 可以赚到钱 之前那个房子 是租给人家 400块一个月 4800一年 然后它现在带菜地呢 就是5000块钱一年 可以按年付 你想租多长时间 租多长时间都没问题 下面是瓦屋面的 然后这边呢 是白墙 下面都有排水器 可以排水的 如果觉得有需要呢 这个房子里面 加卫生间也可以 但是现在房东 它专门盖了一个卫生间 在那里 是一个铁门锁起来的 后面呢 就是竹林 看看 这个树长得蛮高的 好了 这个房子呢 就是这样 这个房子里面 我看了也好多早 如果你看中的 就是让房东留下 给你使用 如果你看不中的 房东就把这根房子 全部收拾好 收拾干净 这个房子呢 距离南海的工业园区 就是里面很多 那个电子厂嘛 就那个电子厂 那边有公交车 好像是K7路 那边K7路 就可以到 坐到起径的乘期位置 从这里的位置 到那个坐公交车的位置呢 有三公里左右 所以就是在南海自那边 但是唯一不好呢 就是需要自己 备个车 备个电兵车 或备个自行车都可以 好了 我们这期视频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